下个月十号就是双十国庆了 各种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而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开记者会 公布在国庆大会当天的礼宾带内容 包含了四款不同样式的绅士帽 主视觉 磁铁凶章等等 而且有别于以往付的是扇子 今年特别改送一只手持的小电扇 成为了一大亮点 而且算下来这一代礼宾带的价值超过了五百元 而在去年国庆小物 因为没有明显的国旗标志 受到了不少批评 所以今年特别在带面采用了大面国旗的设计 丑委会表示为了让民众 在提着礼宾带入场时 就像是可以拿这一面小国旗进场 头戴白色绅士帽 手上的替代国旗更是好大一面 民国一百零八年国庆大会 下个月就要登场 国庆小物提前曝光 我们在今年的主事决的徽章 都会在这个袋子里面去送给我们所有参加国庆大会的来宾 米白色绅士帽 帽园上的配色更是抢眼 今年结合国庆主事决 紫色和绿色共推出四款 民众会随即拿到一款 销售小物从以往的扇子改成手持小电扇 加上一罐价值八十元的海洋深层水等等 算下来礼宾带的价值超过五百块钱 在整个设计上面然后包括内容物的部分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袋子 鉴于去年的国庆周边IP不见国旗元素 今年国庆礼宾带才双面设计 一面主事决另一面就是中华民国国旗 让人第一眼就能看见 袋子的部分我们就希望在今年在呈现上面 就好像是每一个参与这个国庆大会的来宾 每一个人手持一面小国旗一样的感觉 随着国庆脚步越来越近 相关准备工作也如火如荼进行中 如今抢先曝光的国庆小物限量一万份 势必在今年的国庆大会上掀起一股抢牌热潮 记者临时交互相三特别报道